订阅经济的时代来临 影视界的引领者Netflix、Disney Plus 投入大量的资金在影视订阅的市场上 法国汽车龙头雷诺 重新定义汽车的使用方式 定用的模式 每月使用、每月付费 早在2015年 苹果公司已经投入音乐串流订阅 累积2200万订户 2020年应收进高达40亿美金 在这个年代 谁又会买CD专辑呢 有人说 人本来就是使用的人生 并不是永恒占有的人生 十年末一件 而22年末的是 一辈子的承诺 我们拥有22年在电脑资讯产业的销售服务经验 2020年在疫情的当下 Smart Renter 创立以定用的商业模式 仅用一年的时间 成功完成卖出1100份 两年的定用合约 金额高达520万 今年 Smart Renter 将卖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第一个Quarter 至第二个Quarter 我们的Gross Profit 已经成长了77% 在六个月内 我们的定用更是成长了37% 在2021年结束之前 我们将迈入3500个新的订户 Smart Renter 手推核心商务工具 为桌上新电脑及手提电脑 未来将推出智慧型手机 商务彩色印表 公司投影机 办公家具等 时代不断在变 而疫情大大加速这个Process 消费习惯现在完完全全改变 保留着现金流更成为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定用模式将会成为大家最佳选择 每月付费少 因此订户可以得到价值高达三至四千块的电脑使用权 因此订户可以很轻松的就得到一架定用电脑 来完成他的工作和学习 这是最坏的时代 却是Smart Renter 最好的时代 订阅及电用经济的时代来临 面对后疫情时代 协助更多面对挑战的中小企业 因此催化了Smart Renter 的高速成长 订阅者现在可以订阅任何处 任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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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只一按 你的Smart devices 将会送到你的家和办公室 去年初创时 融得股权资金马币133万 而且股权认购超过266% 2021年Smart Renter 进行新一轮的股权融资 以便将Smart Renter 推向另一个高峰 为此 Smart Renter 定下宏远的目标 2024年的订阅用户达到5万人 同时 在Smart Renter 团队人员的努力下 公司的估值仅在一年间就犯了近5倍 而这仅仅只是起步 持续让企业或个人 以最低的价格 获得最有价值的服务 是Smart Renter 的使命 订阅经济的时代来临 2021年Smart Renter 是你最瞩目的投资项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E Santa